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学习笔记 我是冰州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其实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做到现在 已经半年以上了 那我们也累积了不少影片的类型 那下面留言啊 无论是支持我们的 无论是黑我们的都很多 那我们也都非常的感谢 那只要不是恶意攻击的五毛 我们都很感谢 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观察媒体 其实常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的台湾媒体 世界媒体呈现的乱象 就是大家会想说 这个媒体到底可不可以有自己的立场 这大家的一个大哉问吗 那我想其实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要先讨论就是说 人类世界有哪些不同层次的现象 可以让媒体去呈现 因为如果不能够先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永远在那绕不出来啊 其实下面有很多留言啊 支持我们的会讲说 这个频道其实是还蛮中立客观的 但是我要强调 我们没有要中立 我们其实是有我们的基础价值 基本价值的 所以我不住中立 我也不信理 那第二个另外一个层次 其实有人骂我们就是说 啊你这个媒体 这个是色彩太鲜明了 这个假装这个很中立的样子 实际上是要帮某种政党或某种政治势力辩护 我要讲的是我们没有要替任何政治势力辩护 我们看问题如果是基于评论的话 我们是基于价值 是因为某一些政治势力接近于我们的理念价值 而不是因为我们接近它 这个是我们看政治人物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好现在就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我们等一下要透过哪三个层次去跟大家分析 基本上呢人类社会的现象 政治的现象大致上有三个层次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办 怎么去看它呢 第一个层次是什么 是描述的层次 它呈现事实 第二个层次呢 其实是分析的层次 为什么嘛 它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第三个层次是评论 就是怎么办 因为你有价值 所以你知道告诉自己说 我基于这个价值 我要往哪个方向去做 所以我在这里我强调一下 我们的这个媒体第一个就是报导 呈现真实 第二个就是分析提供观点 第三个就是评论基于价值 好那这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 就是是什么 那是什么 其实它呈现的一种观点叫做描述 描述要呈现真实 那事实上现代的人对于媒体有质疑 就往往停留在这个层次 连这个新闻报导的真实性都受到质疑 那真实性会出现问题 其实是这个记者或者是媒体 是违反新闻伦理的 新闻媒体其实要呈现的是真实给大众 这个立场是另外一回事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但是你不能够去做假新闻 所以现在近几年来 这个假新闻泛滥非常严重 你不能因为它立场跟你不一样 就会造假新闻去黑它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包含自媒体 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台湾在前几年这个同婚问题上面 这个同婚方跟反同婚方 它这个争执激烈 然后也就会丢出各种的这个手段策略 去说服群众嘛 但是就是说说服群众的过程 其实有一些方面呢 它其实是用假新闻 也就是说呢 它明明呈现的是这样的一个讯息 可是你刻意把它讯息过度推论 比如说啦 这个我当时看到的反同方 这个其实也毫不遮掩我们自己的立场 就是说反同方呢 这个它丢假讯息是什么 它说这个学校教育的教材 它教你什么叫做同性恋 同性恋有什么特征 性别光谱什么的 它意思就是说 因此学生看了这个 它会去成为同性恋 但这个就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就是说告诉你什么是同性恋的特征 它有什么特征 它是告诉你有这样的人存在 不代表它倡导你要成为它 比如说我们在教刑法有哪些罪行 也不是叫你去犯这些罪 它老师刑法老师举这些例子 也不是告诉你要去犯这些罪嘛 它是告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嘛 这是研究者他要的一个 对于社会体系 社会的存在的认知嘛 那比如说像我自己教政治 也是一样 我们政治意识形态 有各种主义 各种光谱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社会主义 我不是教这些 我就等于说我教学生 我告诉你要相信这个 我们也会教导学生说 统派立场 独派立场 中间派立场 它所呈现的宪法观点是什么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相信哪一个我忠实的告诉你有这些观点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这就是公民教育 好我想回来我们自己的节目其实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先前做了很多现场报导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采访反红媒 采访韩国瑜的现场 我们采访香港反送中在台湾跟香港的这个这个现场 我们采访不同观点的人 包含我们在采访香港的时候 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愿意受到我们这个访问吗 那我们作为一个媒体的这个采访者 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是不要去黑他 而要设计出比较完整 有架构 有思维逻辑的访问大纲 好好的帮助他呈现他自己的观点 你的追问呢有时候需要尖锐 但是需要尖锐是帮助他跟观众 更清楚的了解他自己的观点跟价值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一个基本的道德责任 或者是基本的伦理 就是报导呈现真实 那第二个层次我们跟大家聊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 这个为什么其实是在解释一种现象 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解释跟诠释不一样 解释是explanation 诠释是interpretation 这个当然很复杂以后再讲 但解释它其实是来自于自然科学 它想要建立一个因果关系 那不过当然这个人文世界 其实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因果关系 只能讲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政治社会现象 一个历史现象 它可能造成这个现象的动力原因 有哪些吗 所以这个东西呢 做解释通常一般的记者 他不太会去做 我们通常在报纸上看到的 会是一些比较资深的记者 他是一个analyst 他是一个分析者 他住当地 派驻了很久了 那比如说要问他说 对于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分析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他有很多前因后果 跟他现在的结构面的这个因素吗 那所以呢就是说 比如说以我们节目为例子 我们先前有做过一集 就是说有人希望我们讨论 韩国瑜为什么会当学高雄市长 那我那时候呢 其实就是撇开我们自己的这个价值观 就是说去分析说 从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大环境结构 去分析说 有这个地方派系啦 有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因素啦 那从他的围观呢 他是个人的这个层次 他个人他有他的选举语言的这个魅力 等等等等的 那所以呢 这就是分析这个现象 所造成他的这个相关的历史原因 前因后果 那再来就是比如说 现在报导香港反送中的事件 那这个BBC其实可以说是报导的 非常的深入的 因为BBC他其实驻港记者很多 很很很资深嘛 他不只报导事实 他去分析 为什么香港抗争到现在 比Walter这样子呢 他有背后抗争者有哪些考量 那抗争者的诉求 他可能是来自于他什么样的运动策略 他怎么样去跟政府进行对峙 那政府怎么样去反映他 他有进行这个动力因的这个分析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分析的是非常的深入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就是说 所谓的解释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 通常呢 是分析的观点 那这个分析就是资深的记者 他对于现在产生这个现象 所造成的静音原因 跟结构面的因素来做分析 那一般而言呢 我们这个政治学的政治分析家 政治学者要分析的就是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政治学者的任务 跟资深记者的任务 就是这个分析提供观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频道里面 有时候做国际时事分析 我们都会跟你做这种 很宏观的结构面的分析 这个比如说乌克兰 比如说伊朗 这个其实就是在呈现一个分析 我们尽量没有去提供 我们的这个评论 那我们是站在事实的基础上 去更深刻的去分析这个现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比较深 但是也比较难去理解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叫做分析提供观点 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跟大家聊怎么办 也就是how的问题 当一个人会问他怎么办 也就是要问说我该往什么方向去 那这个问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有一个理念跟一个价值 比如说呢我们这个讲说 这个意识形态的价值 你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价值 他其实是主张这个个人自由的 你是主张这个社会主义的价值 他可能是认为是这个管制经济 或者是有一定的这个福利措施的 等等等等的价值 那以我们频道来讲 这个价值是有很清楚的选择的 我们没有要假装中立 我们在先前做过一系列 这个反五毛的交战手册 还没有做完 我们说五毛有三宝 那就跟大家解构了一下 这个五毛的基本逻辑 为什么我们要反五毛呢 这是基于一个很核心的 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权 中共政权在全球实行的 这个是瑞实力的渗透 所谓瑞实力呢 其实也就是利用民主自由社会的开放特性 以及自己社会的内部的专制的封闭特性 他自己养了一批网军 自己国内的舆论 倒是不会受到外面的影响 但是他去操控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舆论 去影响你的国家 做舆论战资讯战的这个方式 所以呢 其实反五毛 其实就是基于对于反专制的一种价值 所以在这点上面 我们毫无妥协的可能性 我们选择就是五毛必须反 五毛必须反就是因为我们反对专制独裁 这就是所谓的评论基于价值 好那最后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再次强调就是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频道 并没有要假装自己是理性中立 但是我们要强调我们是有一个基本价值在那里的超过价值的底线 就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我们评论就会呈现我们的价值 那我们再次强调就是说这三段话 第一个就是说报道要呈现真实 第二个是分析是提供你们观点 第三个呢就是评论是基于价值 那我现在要着重在这个评论基于价值 因为我们先前聊到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治国啊 这个并不是一个假议题啊 其实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人对于政治的价值跟原则的判断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者是价值 举例而言我们的频道呢 其实是支持香港反送中的理念 那是基于我们对于香港人争取自由跟民主理念的认同 但是我知道原则跟现象常常会有一些很不全然兜拢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在这个抗争现场有一些所谓的勇武派 也就是他们激进的抗争者 他会去打人 那或者是破坏公务 那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已经不符合他们的这个基本的理念 那也就应该要用香港的刑法的相关罪名去论处 但是他们对于港府或对于北京中央 这些反逃犯条例这些基本的诉求人权 这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 我们是支持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在你所看到的政治现象当中 你在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想想看 你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为什么支持这样的一个现象 或者是理念或者是运动 那大家可以持续想想看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宣传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朋友 有很多人关心人权跟转型正义的议题 但是我们节目呢 因为排成的关系 有很多议题要做 我们暂时可能没有办法去触及 转型正义的议题 那我们知道呢 台北228纪念馆 其实在10月跟11月 都分别办了相关的讲座 那有找非常不错的专家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们把连结附在下面 欢迎大家有兴趣 踊跃报名 因为名额有限 那我们在此跟大家做一个宣传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